守护孩子的成长 父母的祝福放心上 敬请期待 由爸爸去哪儿三的爸爸与孩子 领衔众明星 为我们带来这一季的中华文明之美 父母的丁宁 啊 有危险 嘿 小朋友 你是谁 我是周世民 中华村总教头 守护安宁是我的工作 我不认识 你也不认识 来抓住我为的是什么 因为踩井盖很危险的 有些井盖看起来严实 但很可能已经松动了 万一你掉进去 二毛 二毛 谁动井盖 是师父的兄弟吗 师父在哪儿 二毛 三毛 师父你怎么在那儿 小朋友 别过来 你们不能直接横穿马路 哪有个小孩为什么可以 周文萱 刚刚你的行为很危险 孝子和马匹很容易撞到你 记住 不要跨护栏 不能横穿马路 我们一定要走 搬马线 搬马 横穿马路 所以被压扁在路上了吗 爸爸我们可以走了吗 不行 我们要看清信号灯的指示 红灯亮时我们不能通行 只有绿灯亮时我们才可以走 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吗 还不行 绿灯亮了之后 我们先看看马路的左边 右边 再左边 等所有的马匹和轿子都停下之后 再过马路 可以 走了吗 可以了 走吧 小朋友 单独过马路时 最好汲取你的胳膊 这样 教夫其实容易看到你们 如果集体过马路 要排队直线行走 前方同学可以拿个让行牌 师傅 我会过马路了 师傅 我知道不能踩一顶盖了 好好 还有很多我们要注意的呢 走在路上 不要低头看书 不坐低头一族 不要在人多的路上追逐玩耍 不要突然停下或者改变方向 不要过于接近停放路边的交通工具 以防他突然启动 尤其不能站在他的皮革后面 这位是 真是助人为乐的邹教头 老爷爷 我来帮你过马路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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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客气 不用客气 小虎子 大爷 千万不要谢 不要谢 我走了 再见 我没想过马路 小虎子 我们许馆在马路那边 你们帮我们再送回去嘛 小朋友们 愿你们平平安安外出 快快乐乐回家 下周五将由夏克力老师为大家讲述 如何保护身体小隐私 敬请期待